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若阳第26集 一对的 今夏回过神来后问明思远 你们网安大队也要训练吗? 你对我们人民警察队伍有什么误解? 我们就连文职人员也有体能训练要求 标准不一样而已 不过,陆教官比较严厉,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 这个已经是民警官措辞,比较客观的描述了 他们被恋狠了的时候还在背地里叫过陆教官是陆阎旺 说他虽然是基督出身,体能和攻击力都可以与特警持平 和他们这样并非一线作战部门的简直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可他现在不是听不见吗?教你们什么? 跟踪与反跟踪,明思远也没有讲得太细 你看过港剧吗? 香港警察里有个部门叫刑事情报科 业内戏称狗仔队,他主要讲这些 女孩了然地点头 你认识陆教官? 明思远有些好奇 虽然没有实质的证据 但是他们都猜测陆教官之前是在从事极为隐秘的缉毒工作 所以才暂时不能回到一线 但如果是这样 他和眼前这个文静婉然的女孩子就不会存在什么交集才对 今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 抑或是没有关系 只好答到 哦,只是之前因为工作关系遇到过 这个说法非常严谨 而且没什么毛病 明思远也没有继续追问 看他已经吃完了 便提议道 反正也没事 不如我带你在基地随便逛逛 人家这么热情 今夏不好意思拒绝 便随他一道起身 明思远抢先一步帮他把空盘子都放到了餐具回收处 然后带着他往训练场的方向走 一路上 明警官尽心尽责地当着向导 前面是还有射击场 以及平时用来做爆破演练的训练区 不过这几个地方你不能去 不如我们去后面看看 警犬队今天有没有在训练 女孩子应该对狗狗会比较感兴趣吧 我还是不去了 今夏斟酌着拒绝 想找个地方休息 她的腿还适应不了长时间站立和走路 上午半天的活动做下来 她已经觉得小腿有些酸胀 刚才又跟着这个时称的警察小哥哥走了大半个基地 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你是不是平常都做办公室啊 有机会还是要多运动运动 明思远笑容爽朗 警犬队还有两只小奶狗是前几天外出时讯的时候跟着混进来的 可乖可好玩了 我 今夏刚想再找个不那么巨人千里的借口 却听到身后突然想起一道男生 他的脚前阵子受了伤不能走太久 如果你想玩狗就自己去吧 明思远有些惊讶地看着朝他们走过来的男人 陆教官 他的角度刚才确实能看到自己说的话 可是为什么会突如其来的过来搭话 明明他长得就像脸上写着普天之下 所有事都与我无关的情冷模样啊 陆毅没有回答 只是目光不带任何情绪的在两人身上扫了一圈 明思远隐隐从那个目光中体会到不悦感 有些迟疑地看向惊吓 你之前受伤了呀 真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现在有哪里不舒服吗 需不需要我服你 话音未落 突然感觉到落在他身上的目光 好像变得更为压迫 让人忍不住想起 在训练场上被陆教官支配的恐惧 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惊吓不着痕迹地后退小半步 离那条微风凛凛的大狗远一丢丢 不用了 我休息会就好 那 明思远本来想说 那陪他回活动区那边休息 下午的还有场小组游戏也快开始了 可是 看惊吓不动 而陆教官似乎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一时之间也愁愁起来 陆一看了眼两人手臂上绑着的蓝色丝带 神情危顿 你们是参加联谊的 作为暂时在基地待训的教官 他自然知道今天在这里举行的内部联谊活动 明思远抢先回答 是啊 我们俩是一对的 其实 明警官本来是想说一组的 不知道怎么嘴瓢说成了一对的 话一出口就感觉陆教官的眼神 疏地犀利 审议意味十足地看过来 大约是和新主人培养出了默契 连陆一身边那只拉不拉多犬都竖起了耳朵 警惕地盯着他们 感觉到他们周遭有些异样的气氛 惊吓有些扛不住了 连看都不敢看陆一 侧身对明思远说道 我们先回去吧 女孩子都说话了 作为一对的队友立刻跟上 陆教官 那我们先走了 走远几步 他立刻恢复了原本的开朗热情 你刚才是不是也被我们教官吓到了 他是真的超级严肃的 别说你们女孩子了 我们平时看到他都是大气都不敢出 不过他只是性情比较冷 上课的时候还是很耐心的 呃就是作业和训练狠了点 明思员很快又将话题转到别的地方去 今夏虽然有些心不在焉 但出于礼貌 还是很配合地微微侧头做出倾听状 偶尔微笑着回答几句或者 午后的阳光拉长了他们的影子 也映照出了女孩嘴角浅浅上扬的弧度 以及眼神中平静柔和的光 陆毅不知道看了多久 只看到那两个身影消失在了教学楼后面 才收回目光 低头看向始终伴利的拉布拉多犬 像是说给自己听 他适合这样会聊天会让他笑的小男生 对吧 犬类动物听不懂这么高深的问题 但是感觉到主人似乎已经放松下来 也干脆做到 发出一声疑似赞同的嗷呜 他叫袁金夏 下次如果再见到他 不用那么警惕 汪 动物翻译 哦 懂了 自己人 不过 应该也不会见到了 汪 你逗我呢 刚才那小子是叫明思远吧 可以是还可以 就是弱了点 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汪汪 有病吧你 明天还是给他加点亮 汪 我劝你做个人 狗都看不下去 那天的联谊结束后 那位叫做明思远的网安小哥倒是十分主动 一有空闲就会发来几条消息 有时也是网络热梗的转发或者有趣的科普贴 过了几天之后增加了几条内容 我觉得我最近受到了陆教官的针对 他练我练得特别很对我的要求特别高 让我很怀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看到这样的消息忍不住让惊吓想起那天偶遇路易的情境 他落下的目光和当时一样依然是毫无波动没有起伏 这个人和一块钢板 沉着冷静到好像任何事都不能让他产生太多的情绪 让人简直要产生怀疑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感情 而与冷得像冰山的陆教官截然相反的 是热忱开朗的民警官 在微信上主动聊了一周 周末明思远就约惊吓出来 并且声明只是我们几个警校同学一块玩玩剧本杀 一年来他确实没有怎么放松过心情 而且人家这么热络而且并没有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他也就答应了 明思远特地来接他 看着比之前刚认识的时候黑了不少 笑起来显得牙特别白 整个人透着蠢猛感 惊吓一上车 他还从后排捞过来一个纸袋 我们警讯基地对面有家甜品咖啡店 最近新出了款奶茶 你尝尝 谢谢 不得不说 明思远式的相处起来 不会让人有特别负担的大男孩 很像是刚进大学校园的男生 有种不安逝世的气质 这和他的职业有点格格不入 所以显得特别有反差萌 他们到的时候 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 除了他俩以外四男一女 其中的女孩竟是叶欣 怎么是你啊 这么巧 叶欣也很意外 他笑咪咪地直指明思远 我们还在猜 小明同学带来的会不会是女朋友 没想到是你哀哀 不是不是 今夏连忙摆手 我只是来凑个数的 你们认识 明思远好奇 再一想叶欣是机知的 又理解了 哦对 你们工作上见过 叶欣和今夏之间 对工作交集这件事 有着不须多言的默契 眼神互相交汇后 默而不与岔开话题 这几个人都是 明思远的警校同学 只不过是单位 不同警种也有所分别 但互不谈 涉密工作 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 也就没人继续再问 七人本差不多 完了一个下午 出来时刚好是晚饭时间 叶欣和另外两个同学 晚上要值班 赶时间先走 剩下两人当然也看得出 明思远的一点醉翁之意 也找借口溜之大吉 要是没有其他安排的话 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知道附近有家烤肉店 味道不错 今夏想了想 没有拒绝 好啊 走出门 明思远让他在门口等 他去停车场 把车开过来 已是入冬时节 天黑得很早 还不到六点已经月色当空 今夏站在路边 觉得有点冷 双手揣都裹紧了外套 早知道 他刚才应该和明思远 一起走去停车场 走起来可能还没那么冷 有辆黑色的木马人 从他面前驶过 熟悉的车型 让他不免多看了几眼 可就在此时 突然有人从后面靠近他 带着刺鼻气味的手帕 死死捂住他的口鼻 仅仅只过了几秒钟 他便失去了意识 明思远开车回来 门口已经空无一人 他下车打电话发消息 却没有人回应 正在猜测 他是不是有事先回去了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地砖缝隙里的 一个蝴蝶结形状的小东西 那是他今天买的 那杯奶茶杯口上的环扣 是店员打包时 他特地选了塞进杯口的 亲眼看见今夏喝完奶茶时 还将那个环扣留了下来 喂 报警中心吗 我是网安支队的明思远 城南区前平街362号附近 有人失踪